你知道不同类型的润滑液应该怎么用吗 首先第一种就是水剂的润滑液 那它的特点呢就是润滑的时间比较短 使用呢比较广泛 它可以跟硅胶玩具啊乳胶的安全套一起使用 那第二种呢就是游积的润滑液 那它的特点呢就是润滑的时间比较长 但是呢它有可能会增加泌尿系统感染的风险 要注意的就是它不可以和乳胶产品一起使用 那第三种就是硅胶的润滑油 它比大多数的润滑产品能够维持的润滑时间都要长 但是呢它非常的难清洗 不可以跟硅胶玩具一起使用 那第四种呢就是天然的润滑油啦 它比较适合那些皮肤特别敏感的人群 那当然因为它是油嘛 所以它肯定是没有那些水溶性的润滑剂 更好的清洗的 现在你知道应该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润滑油了吗 科学弹性 关注我吧